好 再回到文中 他说保密的程度啊 自然这个差别非常大了 公司 公司时间区别是很大的 是不一样的 后面他说了 有些公司 你看 Some of the bigger firms are engaging researchers which are of such general and fundamental nature that it is positive advantage to them not to keep them secret 这句话咱们先看个语法成分的分析 前面白颜色的呢 还是句子的主句 他说有一些大型的公司 就更大的一些都有这样的公司 他们从事这样一些研究 这个研究research 老师说了 research这个词啊 要么当不可数名词 要么可数名词的话 它一般也只用在复述里边 而它一般不用叙述词 一二三四来修饰 这个地方用的复述名词也对的 就有些大公司 它从事的是这么一个 这样一些研究 什么研究呢 后面加定义从具了 他们这个研究啊 是如此的这个普遍性的 和基础性的这么一个 类型的研究 be of加什么什么nature 是我们讲的固定搭配 是什么什么类型的 咱们一会复习在第三课讲过 就是从事是如此 普遍性和基础性的 这个类型的这个研究 怎么样呢 以至于啊 你看前面有个such 那么跟后面这个that 从具就是结果状语从具 such that 如此以至于吗 这是一个that结果状语从具 跟such固定搭配 以至于怎么样呢 it is a positive advantage to them 对他们来说 这绝对是个优势 这个positive在这 不能发现积极的正面 就绝对的 完全的 这绝对是个优势 完全是个优势 这个it呢 是我们看着结果状语从具里面的形式主义 真正主义是not to keep them secret 就不把他们保密 这个事是绝对对他们来说是个优势 是好处 叫他们从事这种普遍性基础性的研究 他反正公开对他们来说是好的 这个保密程度就几乎为零了 这照应上一句话说 保密的程度差别特别大 他先说这种几乎不保密 完全公开的 公开对他们来说是好的 这大概的从文法不得看清 好 那我们看看里边的一些 具体的一些变化 首先我们说一些更大的公司 比engaging 还是表示从事去做 从事这样一些研究 什么研究呢 它是如此的普遍性和基础性的类型 这个我们先看看off 什么什么nature 是咱们第三课知识的复习 off 那的nature表示什么什么种类 什么什么类型的 这个结构比较文气 口语中咱们一般很少用 一般多用在比较文言的书面里边 咱们写作中用更好一些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当时说过 of the most perilous nature 最最惊心动魄的那些困难和危险 对吧 马德恨夫的登山者 有这么一个 好 我们再接着回忆 当时第三课几个的一些例子 看大家还会不会说 比如说政治类型的条约 条约就是treaty吗 政治类型表现这个种类 他人用of nature 对吧 Treaties of a political nature 政治性的条约 还有我们说学术类型的问题 学术性的问题 叫做questions of an academic nature 就是它的本性性质 是学术方面的 这个种类的问题 对吧 再比如说技术类型的文章 articles of a technical nature 这个of nature表示某个种类 某一类型的 本文中就是处于如此的 普遍性的基础性的 这个种类的 这个科学研究 是这个意思 这个本文中用的是 of such general unfundament 就是如此普遍 有基础性的研究 那么我们再看 那本文中用的such of such什么什么nature 其实呢 我们说such that 是如此以致于 用so加形容词呢 再加 that 也是如此以致于 那本文中可以改成 which are so general and fundamental that it is 后面写去也行 只不过呢 这么改之后 就没有本文中用 be of such什么什么nature 那个比较正式了 但含义是类似的 就是他们的 做的研究 如此普遍 而基础性 所以呢 以至于是 对他们来说 这个公开是好处 这个也行 so that呢 so后面修饰形容词副词 such呢 后面一定更个名词结构 刚好跟of of such什么什么nature such就是中心名词nature就好了 含义是类似的 好 再回答文中 他说 it is a positive advantage to them 对他们来说 绝对是优势 advantage是优势 这个positive 就是加强语气 表示完全的 绝对的 完全是个优势 绝对是个优势 其实也可以说 对他们来说 是最有利的 也可以这么改 it is in their best interest in one's best interest 表示对某人最有利的 就是不把他们保密 对他们来说最有利 这个表达也行 in in interest 表示为了什么什么的利益 这样对他来说 是最有利的 这个表达 从含义也对 not to keep them secret 这是这个后面的 这个结构状元从具里边 这个 他的真正主义了 下面的形式主义是it 就是不把他们保密 其实是一个绝对是好处 不把他们保密 其实就把他们公开 咱们可以把它改成 to keep them open 或者说 keep them open to the public 让他们保持公开 或者他们对公众公开 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 就不把他保密 翻过来说也行 keep something open 是保持某个人某事 属于公开状态 这个them 当然是前面那个researches 就是那些科学研究了 他用的是负数吗 后面用them是对的 好 这是说 这个保密程度 这个层次 大公司做的普遍性技术性的研究 几乎不毛病 把他们公开 对他们来说 是这个绝对是个优势 对他们来说是好处 好 下面我们来看 什么样的研究 必须严格保密呢 咱们看下一句 下一句说 yet a great many processes depending on such research are sought for with complete secrecy until the stage at which patents can be taken out 咱们还是先看看 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句子里面 白颜色的 可以看着句子的主干结构 他说 然而 a great many processes 咱们讲过 process 当然英国人读读process 作为名词 既可以表示过程 也可以表示工艺流程制作方法 在这里面 有上线文 当然指 这个某个东西的制作流程 工业上的制作方法 生产工艺 然后 depending on such research 就要依赖于这种研究的 生产工艺 生产流程的制造工艺 这个depending on such research 明显是非位于动词 当后制定语 修饰前面那个processes 然后后面那个 are sought for 这是位于动词 它的主意就前面那个processes 注意它的主意不是research 因为这个research 是后制定语里面的 它的主意是processes 所以用复述嘛 对 就这样的 这个 thought for来自seek for seek for追求 追寻 想达到这个目的 就是要去开发 这样一些工艺流程 工艺流程 要想达到这个目的 要做出来 就在开发工艺流程的过程中 就是开发这些 依赖于这些研究的 工艺流程过程中 是怎么样呢 一定要严格保密 with complete secrecy 在这里把with管理in 也行 in complete secrecy 也对 这个with呢 在这里用的也对 只不过用in呢 应该说更常见一些 都可以 就是我移 要移 或者用 with可以表示移或用吗 要以完全的机密的状态 来去做 就是这个要 开发这个工艺流程期间 必须要保 完全的保密 这个with跟in是可以替换的 然后直到这样一个阶段 and to the stage stage变来可以表示舞台 或者表示阶段 这是阶段 什么阶段呢 后面这个协替字 黄颜色的 当然是定义从句 就是我们取得专利 这个阶段 取得专利之前 要完全保密 有专利保护之后 就没关系了 这个at which 当然相当at the stage 我们说了 这个关系代词 如果做介词编语的话 那在书面中 应该把介词 放到关系代词之前 那么patent 专利 英国人一般读中patent 在美式读中patent 或读中patent 都行 更多人读中patent 读快之后这个tin 还会鼻箱抱不动 patent patent 这么一个声音 patent 就好了 take out 跟patent 是固定搭配 take out 可以表示取得 一个正式的文件 在这里取得专利 获取专利 这个意思 take out 这个含义 到了后文中 马上会讲 所以他说 在很多开发一些 要依赖于这些研究的 这些生产工艺的 这过程中 要绝对的保密 直到取得专利为止 是这么大概一个意思 我们就看懂了 那里面有一些细节 咱们看一看 首先 research 我们再次强调一下 在这里面 这个research 又当不可数名词来用了 我们说这个词 既可以当 enconable不可数名词 也可以当可数名词来用 但是一般用project form 就是用复述形式 但是一般不能用 这个基数词 一二三四五来修饰 我们不能说research to researches 是不能这么说的 这个要么用不可数名词 要么可数名词复述 也是泛指 不能用数两词修饰 但是这个study 表示研究是可以的 我们就可以用a study to studies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research不行 这个在写作时要注意 然后thought for 就是被追求 被这个追寻 想得到这个过程 就是开发 这个生产工艺 这个意思为 他说被追求 在中文翻译 开发生产工艺就好了 这个search呢 咱们在前面从前讲过 本来表示追求 设法想得到什么东西 它可以当集物动词来用 也可以当不集物 做集物动词的用法 咱们以前见过 追求想得到 比如说search refuge 寻求避难 search shelter 或者search asylum 都可以表示寻求避难 这个shelter和asylum 如果表示庇护所 是科书名词 但表示避难 可以当不科书名词来用 对吧 这是寻求避难 refuge shelter asylum 在这都是不科书名词 表示避难 还有像search revenge 寻求报复 你打了我 我打你一顿 寻求报复 search comfort 寻求安慰 等等等等 这设法想得到什么东西 本文中呢 它用不究动词来 得用法也行 不究动词的时候呢 search后面加借词 for或者after 含义跟做集乌动词 几乎完全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也是追求设法想得到 那你比如说 search for solutions 我们设法要得到一些解决方案 对吧 还有呢 用被动也行啊 本文中用的被动 当然可以 his book is much sought after search and sought after 就是它呢 这个书很受欢迎 它被很多人都 它的书被很多人 在寻求想得到 就是书不好买卖 大家都争了 想买到它的书 是这个意思 它的书广受欢迎 很畅销 很热门 这个意思 本文中的也是 很多基于 依赖于这种研究的 这个生产工艺呢 都是被追求 被追求 就是我们开发这个工艺了 想得到这个工艺了 这是怎么样呢 要以完全的保密状态 这个才行 知道什么 until this 知道这个阶段 就是在这个阶段 这个专利 能够取得了 我们说取得专利 就是固定搭配 take out a patent 叫取得专利 还有跟它类似的搭配 比如申请专利 apply for a patent 申请专利 还有呢 我们说授予专利 give 或比较正式的grant a patent 授予专利 还有像我们的侵犯专利 infringe a patent 都行 同样的patent 都能用patent 两个翻译都对 这是专利 再来一遍 取得专利 申请专利 授予专利 侵犯专利 这个都可以 这是固定搭配 本文中是直到 我们能够取得专利 其实就是直到 我们拥有知识产权 这个表达也行 我们顺便看一看 我们这表达会说了 until they ow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这可以看到 固定搭配的知识产权 叫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直到他们拥有知识产权为止 这时候呢 我们公开就不怕了 你要再用我的方法 你就是侵权了吗 因为我们有专利了 是这个意思 但取得专利之前 绝对保密 好 后面基因部说 他说 even more processes are never patented at all but kept as secret processes 他甚至啊 有更多的一些生产工艺啊 就根本呢 就从来没有获得专利 are never patent at all at all呢 是跟前面的never搭配 never不像的not ever吗 not再加at all 就根本不 一点也不绝不 patent 在这个地方 是当集物动词来用 叫授予专利 取得专利 这个意思 那are never patent 就从来没有被 受益专利 就从来没有获得专利 这个意思 获得专利 取得专利 动词patent 发音拼写 跟名词的专利 是完全一样的 在这当动词来用 那甚至有更多的一些 生产工艺 根本就没有取得过 这个专利权 but 这个but 不能翻译但是了 因为前面never里面 有藏着一个not never不是not ever吗 那么前面有否定词 后面的but 你就翻译而是 但not but 不是而是 不能翻译但是了 而是呢 这个这个作为 秘密的生产工艺 被保存 这个but kept as 这个kept 前面省掉了are 因为前面就出现 even more processes are never patent 有个are来 所以后面的are被去掉了 写圈是but are kept as secret processes 而是被当作 秘密的生产工艺 这个而保留 保存 这个意思